这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去跟日本谈判 居然被一个日本人打了一枪 而且这一枪还帮了中国的大忙 这怎么回事呢 当时甲午战争输了 李鸿章到日本马关去谈判 这日方本来非常强硬 那谈判条件一点不让步 牵就牵不牵就接着打 李鸿章也完全没有办法 但是两边正谈着 一天一个日本人在街上对着李鸿章脑袋就开了一枪 这子弹还留在李鸿章的脸上 也是非常危险 这也非常疼啊 那这下日本就很被动啊 你想李鸿章那是举世闻名的大人物 来你日本领土谈判 被你们一个日本人刺杀 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那日本人也要善后啊 一腾博文带着日本政要 轮流给李鸿章道歉慰问 天皇还给李鸿章送了亲手做的绷带 那李鸿章怎么办呢 这老政治家啊 你送上来这一枪 那我肯定要大做文章啊 本来呢 子弹在脸上的位置也不是很麻烦 按日本医生说 做个小手术就能取出来 很快就能痊愈 其实日本就是想把这事赶紧翻篇嘛 但是李鸿章啊 不行 手术不能做 国家威亡之际 和谈还没有完成 我怎么能因为自己的伤 耽误了国家大事呢 只要能对国家有益 我这条命死不足惜 这搞得日本人也很狼狈啊 那在谈判上也终于开始让步了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枪 后来的马关条约就会更糟糕 那这就有问题了 你说这个日本人赢都赢了 干嘛要打这么一枪呢 其实他就是想杀了李鸿章 破坏和谈 为啥破坏和谈 他是一个激进的军国主义者 按他的想法 日本就愿意跟大清全面开战 彻底征服中国 那这是不可能的 就算大清打不过日本 那这个时候几个大国也都开始干涉了 不可能让日本一家独大的 但是这个激进的愣头情 他哪管这个呀 其实后来的几十年 日本国内刺杀不断 杀大臣杀首相 谁理性谁不激进就刺杀谁 所以日本的国策 就这样被裹挟着越来越激进 一次一次搞军事冒险主义 终于在二战自取灭亡 下个视频是袁世凯到底为什么复辟 关注我明天见